市長請教第一題關於高鴻安的部分 現在大家講說他是跟助理的部分是不是可能婚姻關係的情況之下 不過他後來否認了 另外一個是說助理是不是有捐所謂的費用 兩年捐了60萬給民眾黨這邊 那市長您的了解 我跟妳講喔 高鴻安這個案子 我覺得是這樣啦 台灣的選舉 做在高鴻安這案子我覺得打得太過分了 當年MG149你知道嗎 好歹他們還是用立法委員來攻擊嘛 現在我倒覺得民進黨就明目張膽直接使用公家的機關 不管是直接部長啦或者是或者是說支撤費 我倒覺得這個實在是選風敗壞 這打得太過分了 就從研究所打到大學 再打到高中 再打到補習班 再打到那個支撤費 再打到他的男朋友 當然是這樣啦 高鴻安是理工科的女生嘛 我們都叫理工女 其實我非常清楚 她也不是 我知道她做所做所一定是合法啦 當然你們剛才講那個捐款喔 我回查看 我印象中這應該是我們每個部分區立委都有擴大要捐回來 所以我倒覺得一聽我就知道那個數字是跟我們當時要求一樣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所以今天是這樣啦喔 這個選舉還是不要打得太過分 這個打到最後這邊激起這個反正老百姓的反感 市長但你怎麼看 因為剛好捐款跟她薪水其實60萬是相同的 跟人家說是黨庫通國庫 那當然也許她也有在做所謂的公費助理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你覺得到底有沒有涉及違法還是是反感上的問題 我倒覺得這種東西 那我一看數字我大概了解 但是我覺得這樣啦喔 常常我們規定是這樣 第一個她一定會合法的規定 一定不會不合法 差一點啦喔 這種男女朋友的事為什麼我們要去管人家這種東西 我倒覺得這個實在是超過一個文明國家 文明社會該有的現象 我覺得這樣啦喔 選戰打到去開始攻擊市領域 我覺得太過分啦 這不是好的選風啦 坦白講 但全立委郭珍那樣說她其實柯建民手上還有其他的黑料 會不會擔心新竹的選情對你來講真的是緊繃 老實講我從來沒有想到新竹會變成全國選戰的焦點 因為過去新竹市的選舉很少上全國選舉的版面 過去都是這樣 我也不曉得到到底新竹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為什麼要這樣 就算難道除了十二一秋暢以外還有其他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選舉打得有點太離譜了 那現在坐一望二會不會現在這個坐一望二其實也有點不太穩 因為高環已經一直被狂打 選舉本來就沒有一定的嘛 我還是那一句話啦 哪有個選舉從頭到尾不講政見不講什麼 每天都在 我還是覺得這樣齁 媒體 我覺得這樣齁 操縱媒體 這個 黨政軍進入媒體已經不對了 至於說 用國家機器在選舉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對整個台灣的長期發展絕對是不好的示範 蔡英文說要終結黑金 你會不會覺得很諷刺 因為她自己的親信就有黑金 甚至她推出候選人也被判刑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高端的黑幕也是一個最大的黑金 唉 沒想要說 蔡英文讓人最失望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作為總統 有一些只要她堅持被改變的 我就講齁 隨便講一個案例 林秉書就可以了 從那個案子來知道這個實在是 這個國家已經無法無天了 就是說 一個林秉書查他的金有什麼都知道 他們有去查嗎 說起來 如果他用同樣的力氣再查高鋒案 一個林秉書就 就把新潮流翻掉了 那這個高鋒案的通訊錄傳出是民眾黨內部流出來的 那目前黨內有沒有在徹查這件事情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如果他是民眾黨內部在用 就是個半公開資訊 也不要再查說是誰 那種是 任何一個機關裡面 機關裡面一定有一個通訊錄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怎麼看內部分局長 濾銀高層在參訓 黃先生認為是濾銀惡豆衍生的爆料 市長覺得呢 所以是這樣啦 如果純粹只有吃飯 我也覺得不用太過度去想 這個樣啦 一定要有調查的基礎 就是說 如果只有純粹吃飯 那哪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這個吃飯誰附的 或是什麼 這個後面 這個是這樣啦 你有證據才可以講話 沒有證據你要講什麼 你知道那個黃先生 禮拜天要騎腳踏車 你怎麼不可以他騎喔 這一題就實在是 可是不可以再 因為我爸爸那天90歲生日 他有說希望你可能某一段可以開業 不是啦我可以講我爸爸 我爸爸90歲生日 我不回家看也不行啊對不對 這個這個 我想辦法啦 看時間能不能 結束趕快拉回來 要 點